魏英在一个万籁俱寂的凌晨,偷偷溜出了莲花物。 于夫人得知此事后,立刻让江城带着子殿去把魏英偷偷绑回来,又封锁了消息。 可惜,千房万房家贼男房,金光扇很快就得到了消息,刚好金子轩过来寻她。 魏英出了云梦没多久,便放出了灵蝶,在她的指引下快速往姑苏方向而去。 到了湖州,魏英发觉灵蝶越来越活跃,便知与蓝湛已越来越近。 可出发不到一天,魏英就发现后面的尾巴越来越多。 虽然她修为不高,手上的法宝却是不少,一直未被抓住。 几经辗转,她发现就算能甩开它们,可不久又会被重新追上,且跟得越来越紧。 她毫不犹豫就用灵蝶发了讯息给蓝湛,摇聊数语,蓝大哥救我。 刚传完后,便看到她过来的几个佣兵,把追到跟前的小尾巴,放倒。 她站在一边看着那些佣兵,轻手轻脚,熟门熟路,在昏迷不醒的几个追兵身上从头摸到脚, 把他们所有乾坤袋和财物搜了出来,又拿着一个瓶子分别在他们晃了晃。 魏英粗声粗气地问,这段灵香真不伤身体。 那佣兵头子名叫老胡,以为魏英是不放心,立刻用大掌把胸脯拍得啪啪响,公子放心。 这香啊,只会锁住这些人凌厉三天,到时自解,无需解药。 魏英满意地点点头,拉了拉严严实实包住下边脸的布巾,很高兴的要求。 那把他们五花大榜后八一塞嘴,找个隐蔽的地方扔,不然他们又跟甩不掉的狗皮膏药一样,追上来。 那老胡虽觉得这要求是越来越怪,但金主最大,于是挥挥手,几个手下手脚麻利地拖着人进了林子。 不过他还是有些好奇,公子,天底下有多少钱缘,取不到昆泽呀。 看您这条件不差,人傻钱多,想必家里给您寻的昆泽也不差,干嘛不回去看看? 魏英很顺口答,哦,我喜欢钱缘。 嗨嗨,老胡认真看了看魏英,那满脸的胡渣连大块布巾都挡不住,更别提那骨子操汉子味儿。 他不自觉后退半步,甘笑两声,哈哈,不愧是富家公子。 这口味跟咱们这些粗人就是不同哈,魏英朝他伸出手,老胡脸猛了猛。 就听大金主要求道,把你那段铃箱骂我几瓶,你确定不会伤身。 老胡从乾坤袋里掏出几个瓶子,递给他,放心。 无色无味,不伤身,一瓶可以用三次。 魏英接过,不放心地追问道,修为高强的修士也管用。 老胡很有些得意地吹嘘,您绝对安心。 无论是谁,只要挨尽闻了这箱,肯定得趴下。 您要是不放心,那就放多点。 一瓶绝对够。 魏英似信非信地点点头,心道看来的全用上。 那群去扔人的佣兵回来道,老大,那些人我们放在一个线坑里,深得狠。 出口也给演了。 老胡看向魏英,魏英点头,表示可以,又补充道,有没有放个迷魂阵,免得有人打扰了他们。 那群佣兵忙道,您放心。 这活我们可太熟了,都按照您吩咐地做好了。 魏英对他们抱拳,多谢各位英雄的一路鼎力相助。 小小心翼,完事了大家拿去买点酒喝,最后一件事,也辛苦各位了。 说着把钱袋拿出来。 老胡伸手灵活接住他抛过来的钱袋颠了颠,报酬只多不少,对着大放的拙,自然很是满意。 打包票道,您放心,不就是躲躲藏藏吗? 这简单,魏英也不指望他们能多厉害,不过是一群结活的伞修罢了,不过树叶有专攻,根据魏英这几日观察,他们修为虽不咋低,但胜在腿脚快,手段丰富,引开那些金家人注意就行了。 魏英与他们分开半天后,确定安全了,才找了一个水源,将全身伪装去掉,又在灵口处放了点小玩意儿,才戴上面具朝着灵蝶之前,指引的方向继续赶路。 然后就在下一个阵子,被特地带着灵犬寻人的江城带住了。 江城一把将魏英甩在客栈榻上,咬牙切齿地低声吼道,魏无羡,你可真是长本事了呀。 魏英在那灵犬虎视眈眈的眼神下,缩起双腿往踏里挪,一脸纠结,江城你个小王八蛋,快把这狗拿走。 江城一屁股坐在隔壁座位,对着他冷哼,你不是很能跑吗?还会声东击西了。 一个昆泽,孤身就敢往外跑,胆子大得很。魏大侠还会怕区区一条灵犬。 魏英想去提那蹲在踏前的灵犬,刚伸出脚江城一拍桌, 灵犬叔弟站起来往前两步,魏英立刻缩回腿抱住头大喊道,蓝大哥。 这下江城真的生气了,好啊,真有肩膚了。 他站起来逼近两步,你喊谁?那人在哪里? 魏英有些猛,江城,你到底想干嘛?什么谁? 江城看他装听不懂,明显就是死猪不怕开水烫,气笑道,好,你还居然敢瞒着我们? 金子轩都找上门来了,你可知道他这次也专程出来寻你。 魏英瞄着江城冷硬的脸色,小声问,惊恐却也来了。 Boas,怪不得前日那批金家门生那么好忽悠,原来不是他老爹派的,真是老狐狸。 利用亲儿子时也毫不犹豫,看来我得快点离开这里,就江城这样明目张胆把我拎进客栈,估计他们也知道我的下落了。 有了,魏英理直气壮道,江城,我是真不喜欢金孔雀。 你们为什么不能尊重一下我的意见? 江城见魏英如此不知悔改的模样,气得一把揪住他衣襟把他提到跟前,魏无限。 这是由得你喜不喜欢的事吗? 我看你是在饭淳。 算了,你给我老实待在这里,等回了莲花屋,再好好跟爹娘解释。 说完,江城把魏英扔回他,再一挥手,一道紫电随着灵力运转机射而出快速绑住他。 魏英哀声叹气,一脸无奈。 下一瞬紫电便从魏英身上脱落回到了灵气里。 江城大惊,怎,怎么回事? 我的灵力,魏英趁他分神,快速从窗口跳下去,只留下一句,不用担心。 你的灵力很快就会回来了。 别再找我。 江城奔到窗前,只看到了魏英背影消失在街角。 他恨恨道,魏。 吴。 县。 来人。 魏英一边跑一边想,半瓶的亮莲有一瓶灵气护身的江城都可以搞定,那全部用上,韩光君肯定也能放倒了。 因怕江城那不吃亏的杏子发作起来会不管不顾进行全阵封锁。 魏英逃离了客栈就连夜赶路,最后实在疲累就找了个山洞凑合着小气一会儿。 第二天,天色很是昏暗,魏英一边急匆匆赶路一边时不时观察天象,这天暗的,可真不想。 刚走到一处小树林,魏英就敏锐察觉到不对劲,他驻足张望,太安静了,既无鸟叫也无虫鸣。 他握紧了手中的剑,小心翼翼地留意周围声响。 林子里漫着沉雾,又凉又沉。 很快,就有一道道锁链从迷雾中袭来,魏英暗道失策。 没想到,金光扇的人那么快就找到自己了,看来那群伞羞没骗住他们。 他快速闪躲着,但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若是那些人试探出想要的结果,自己恐怕讨不到什么好处。 真是贼心不死的老狐狸。 魏英从怀里迅速取出一张符咒,朝暗处甩出去,砰砰砰,接连几声爆炸,林子里地动山摇,魏英趁乱往树林外窜去。 很快,身后传来一阵阵脚步声,越来越近。 魏英加快了速度,还是被身后追兵抛出的锁链扣住了脖子。 呃,哗啦啦,随着一声闷哼,魏英整个人被锁链强力拖倒在地,之后被一股大力声声往后拖液而去。 魏英忍着后背,脖子上的剧痛,咬紧牙关暗恨,你们给我等着。 藏头鹿尾的小人。 蓝战感受到灵蝶传来的气息越发凌乱,濒临溃散,心中一紧,他出事了。 周身灵力运转更快,往灵蝶留下的波动触讯急而去。 再快点。 啊。 魏英整个人拦腰撞在树上,发出一声短促痛哼,继而被紧紧固在一棵树上,脖子被固得越来越紧,魏英用力想扯开它,却徒劳无功。 要不是手心再不停发烫,魏英都要忍不住动手了。 好在等待梅白费,当一股裹挟着紧张不安的梅香在鼻尖若隐若现时,魏英便眼珠一转,衣袖在脸上轻轻一挥,然后松开手放心,晕了过去。 蓝战将孤住魏英脖子的锁链砍断,蹲下身认真探查,好在只是晕了。 感受到那些藏在白雾中的人身上蠢蠢欲动的杀气,蓝战慢慢起身,握紧了臂尘,将晕过去的魏英牢牢护在身后。 一盏茶后,蓝战将魏英小心翼翼地抱起,离开了这个小树林,白雾笼罩下只剩满地破碎的锁链和浓浓的血腥味。 魏小线醒后,紧紧搂住蓝战,蓝大哥,我好怕。 Oh,S,蓝大哥身上的梅花香好醉人啊。 我要晕过去了。 韩光君心肩一疼,感觉到怀里人在微微发抖,犹豫了一下才轻轻地拍拍他的背,别怕,蓝大哥不会让他们伤害你的。 魏小线察觉到某人的迟疑,抱得更紧,带着哭腔嘶哑道,蓝大哥,你别笑话我,我会很坚强的。 我,我不怕,咳,嗨嗨。 韩光君伸出双手拥住,别怕,我在,我不笑话你。 魏小线带着鼻音故作坚强,谢谢你。 蓝大哥,有你真好。 Oh,S,好门好香。 温朝回到不夜天后,得知自己又被诱使温絮暗戳戳告了一桩,气得他心里直骂娘。 不得不,马上去温若寒跟前解释一番。 不夜天教主温若寒听他素顽中长,在座前左右夺了几步,慢悠悠地问,阿朝,你入教也有二十多年了吧? 温朝对着问话一头雾水,但反应极快地应道,承蒙,教主厚爱,属下已入教二十二年了。 嗯,温若寒一脸怀念,还记得当年听悦楼那群不自量力的昆泽进攻不夜天时,你替本座挡剑的英勇无畏。 这些年来,你为了替本座医治这功法反噬之正也辛苦了。 温朝很是高兴自己,忠心被肯定,大声道,能为教主效劳,是属下的荣幸。 敢问教主,您身上的反噬如今是否有所好转? 没有吉林根坐隐,用金家那数子的变异灵根也无法根治,不过也能舒坦不少。 对了,那吉林根还是无线索吗? 听温旭说,金光扇已追查到什么眉目了? 这,属下此次去金灵台已见到金宗主,他的确怀疑当年将是二公子江静泽所留之子,魏英,是身负吉林根的听悦楼楼主后人。 只是金家多年探查,魏英虽是昆泽,却是水灵根,修为也不高,与传说中吉林根之人的各方面情况都不符。 哦!金家对吉林根只是一知半解,你可亲自试探过。 温若寒一百一袖射击而上。 属下已亲自出手试探,魏英的确是水灵根,修为也低,他身边并无听乐楼之人的踪迹。 不过,可能是他伪装好,毕竟听悦楼之人行踪诡逆,或许可继续跟进追查。 温朝恭敬道。 本座自然信你。 那金光扇,线下,有何打算? 金宗主欲出手将魏英逼至绝境,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不过,温朝有些犹豫。 不过什么? 如今,有意修为不凡的白衣修士陪在那魏英左右,金宗主派出的人都无功而返。 白衣修士? 听悦楼的? 不是,是一个年轻的前缘。 听悦楼留存的前缘弟子极少,他的年纪也不符合。 看功法和模样,应是那位近年来很是出名的韩光君。 好了,既然都试探了那魏英十几年了,不是就不是。 金光扇如此执着于江家,到底是无能还是有私情,本座也不想知道。 他们金灵台,既然从不夜天得了好处,金家也从三等家族一跃成为一等世家,底下门生无数,也该是还债的时候了。 教主英明 据属下手中萧鸟所探,那韩光君与魏英同行很是亲密,估计金光扇有为嫡子教区的缘故。 不过属下对此有不同看法,不知当说不当说。 温朝试探道 说 温若涵直接命令 是 金家自三十年前得到教主相助,发展极快,后又与顶级世家姑苏兰氏联姻,已愈发强大。 金光扇到底是真的怀疑姜氏,还是推托之词,目的是想摆脱不夜天控制,属下认为有待商榷。 温朝很是敏锐地分析。 温若涵把这番话听进耳朵里,细细推敲,那就派人去警告他一番。 还有,金家酝养出来的灵根做祭品,效果比一般修饰要好。 你再从金家抽两条过来助我练功。 温朝跪下领命 是 属下这就去办。 小心些,也别逼太紧了,金家对我还有用。 若金光扇还是不死心,你便助他一臂之力,早日找出那个吉林根,本做这反事便可迎刃而解了。 教主放心 属下这就去安排。 温朝行礼后弯腰退下。 巨卫英醒来已过了半个月。 他身体仍然很虚弱,灵力也时有时无。 虽然他醒来几天后便与兰湛多次表示自己一个人可以,不愿拖累他。 但兰湛不放心也不忍心丢下他一个人待在客栈里养伤,为了安抚情绪有些不稳定的卫英。 他每日都为他弹奏清新音。 这日,蓝湛又背着琴来到卫英房里。 卫英刚刚醒来,听到敲门声掀开被子就要下床,门外敲门声已停,传来蓝湛温和的声音。 卫英,起了吗? 卫英忙应道,蓝大哥,我已经好了。 谢谢,蓝湛听到他说好了便推门而入。 绕过沙帘,入眼便是一片红,蓝湛一正。 卫英看到他呆愣了一瞬的表情,尴尬地揪住了衣巾垂下头, 蓝蓝道,蓝大哥,我,我真的已经好了。 这些时日真的多谢你了。 Bowas,不枉我昨晚特地换了红色卸衣,果然有用。 蓝湛目不转睛地缓步上前。 卫英没等到他答话便脆声声地去瞧他,蓝湛与他对上眼, 触到他那微带羞涩的目光又是一愣, 芒不迭地转开视线,很是温和道, 玄宇,我来为你抚琴疗伤。 卫英看蓝湛刚说完便自顾自地走到桌边, 取下琴置于台上,然后开始弹奏清新音。 卫英纠结了一下,刚说出一句,蓝大哥, 其实我不,叫玄宇,我叫卫英,就被蓝湛阻止,静心,凝神。 卫英微微一叹,只好收起腿摆正姿势, 随着琴声只引起运转体内那微弱的灵力。 一曲弊,卫英转了转手腕,不再那么无力了。 他立即朝蓝湛望去,蓝大哥,我的灵力恢复了。 蓝湛闻掩起身走过来,再养两日。 啊? 卫英当着他的面灵活摆弄着手,示意他看,蓝大哥, 我真没骗你,灵力真的运转自如, 手不再像之前那样抬不起来了。 蓝湛认真看了看卫英伸到自己跟前的手, 注视着他的眼睛,这段灵香你接触过多,恐伤及灵脉。 我不放心,再谈两日才可完全康复, 且以后再遇到此香也可抵抗一二。 卫英有点猛,这香,这么霸道吗? 不是三天后自解吗? Oas,我怕你跑了,这半月来天天都拿出来闻一下, 该不会被发现了吧? 蓝湛闻言一愣,转而说道,极品断铃香方可如此。 故常被用于特殊之处。 你染上的是下品香,若不及时根除,会有一患。 你,不可贪玩。 卫英睁大眼睛,手捂住胸口,直直看着蓝湛, 蓝大哥,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如果我是要害你的坏人呢? 蓝湛反问,那你要害我吗? 卫英看着他不说话。 蓝湛以为卫英是因自己之前的话担心, 看他那小心翼翼的眼神, 又有些好笑,我知你是修为低, 为了防身才用这项。 只是这香用多了不好, 且对修为高的修饰无用, 那对蓝大哥也无用吗? 卫英突然道, 问完立刻发现蓝湛表情愣住又有些坠坠, 赶紧描补, 我,我担心, 我怕他们近身, 在衣服上熏了许多段铃香, 蓝大哥是不是也闻到了? 会不会伤身? 若因我的缘故害了蓝大哥, 我,我, 卫英眼一红, 像只可怜兮兮的小兔子似的看着蓝湛。 蓝湛不知为何, 与上次在山洞一样, 心里有些痒痒, 他声音低了一些, 玄宇不用担心, 此香与我无碍。 真的吗? 蓝大哥, 你别因为怕我接受不了就骗我。 卫英认真道, 啊, 居然被老胡坑了, 好在只在江城身上试过, 嗯, 他应该没事吧。 蓝湛肯定地点点头, 拿出几瓶段铃香递到卫英面前, 再次告诫他, 你若是要用, 便用这几瓶段铃香防身, 令你须提前在耳后抹上解药, 便不会影响自身。 卫英低头看着蓝湛递到面前的药瓶, 蓝大哥, 他冷不丁问, 蓝大哥, 若是我用他们做了坏事呢? 我可不是什么大好人, 蓝湛没收回首反而往前递了递, 你不会。 卫英紧紧逼问, 那我就做了呢? 比如, 故意用在我不喜欢的人身上。 蓝湛想了想, 坚定道, 若是你做得不对, 我便亲自罚你。 卫英盯着他, 怎么罚? 会拿板子打我吗? 会不会罚我跪? 蓝湛回视卫英, 不会, 我会罚你抄书, 不抄完不准离开。 卫英扑哧一笑, 趁蓝湛分神, 突然靠上去, 紧紧搂住他不放。 蓝湛有些僵硬无措, 伸手微微用力推。 卫英抱得更紧, 蓝大哥, 有没有人说过你好可爱? 蓝湛闷闷道, 没有。 卫英点起脚尖在蓝湛耳边轻轻吐气, 蓝大哥, 你好可爱。 然后, 看着蓝湛耳朵慢慢变红, 卫英索性嘴唇哀得更近, 在羞红的耳垂边若即若离的呢喃细语, 站哥哥。 我叫线线, 你以后叫我线线好不好? 小剧场, 卫小线拍拍身边的枕头, 站哥哥, 快来, 我给你暖好被窝了, 可暖和了。 韩光君不敢多看, 吞吞吐吐, 线线, 你好好休息, 我去书房, 卫小线委屈巴巴, 站哥哥, 别走。 线线最近总觉得冷, 可能是就伤发作了。 晚上总是睡不着, 韩光君立刻走过去握住她的手, 又看到她的黑眼圈, 好心疼, 手怎么这么冷? 线线是我不好, 居然没发现你身体不适, 我给你输灵力, 你躺下好好睡一觉。 卫小线乖乖躺下, 感受到一股温和的灵力慢慢进入身体, 舒服地眯起眼睛, 小声道, 站哥哥, 我错了。 下次金公子再约我出去, 我也不见他了。 没想到他对我误会还是那么大, 以前他对我, 韩光君捏了捏他, 软乎乎的手心, 怕他后悔与自己在一起, 微紧张, 现现, 我知。 金子轩对你不怀好意, 别听他的话。 卫小线乖乖道, 嗯, 站哥哥, 我睡了你再走好不好。 韩光君不经意扫过他卸一下漂亮的锁骨, 喉咙动了动, 按牙, 好。 卫小线OS, 昨日, 站哥哥见了阿里姐, 回来便对我冷淡, 今天找金孔雀做事, 看站哥哥反应, 果然管用, 呼, 吓死我了。 韩光君OS, 江姑娘说, 线线运枪受伤, 如今不可情动。 线线诱惑对我太大, 我怕忍不住, 所以不能靠太近。 金子轩诡计多端, 还对线线贼心不死, 明日就把他引走, 线线这么单纯, 不能被他带坏。 金孔雀, 可恶的魏无羡, 又耍我。 这个昆泽怎么这么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